大家好 这节课程我们继续来学习企业网站后台管理系统的相关制作 那么在上一节课程里呢 我们已经把顶部导航的一部分内容给制作好了 也就是这个logo和这个主菜单的部分 那么我们用到了DLV加SS以及浮动 还有我们的清除浮动 以及背景图像定位等相关的知识 的运用来完成了这个导航的这个主导航的制作 以及这个logo部分 那么在这节课程里呢 我们继续来完善这个顶部导航 在这个右边部分呢 它有一个工具栏导航 那么这个工具栏导航呢 它的这个实现原理呢 跟我们的这个主导航是类似的 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无需列表 加上浮动 同时呢 再通过背景图像定位 来加上这样的一些小图标 那么呢 本节课程呢 依然会用到咱们的DLV加SS布局 这个是一定的 然后呢 也会用到咱们的这个浮动 含有我们的背景图像定位 那么这些知识点呢 上节课程呢 已经给大家讲解了 那么这节课程呢 我们就来进一步的来熟悉这样的一些知识点 来把我们的右边的这个工具栏 部分呢 给制作出来 那么我们打开工具 接着在这个里面呢 来书写代码 依然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无需列表 来实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功能 比如说这里呢 是我们的这个 你好admin 这里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当前的系统 它的一个 Denload的用户 是咱们的admin 好 我们呢 复制几个 2 3 4 第二个呢 是咱们的隐藏菜单 好 这个写上隐藏菜单 第三个呢 是首页 第四个是帮助 首页 帮助 第五个呢 是咱们的退出 那么它在这里的一些 列表项呢 就是咱们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相关的功能 这些功能是如何来做的话 咱们在里面暂时不去考虑它 我们主要是把这样的一个效果给制作出来 然后这些相关的逻辑代码的话 是由我们的后段人员来 配合来制作的 我们只需要知道它这一部分是干什么的 我们需要怎么去做 那么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 制作目标和学习效果 那么好 这个相关的这个代码我们添加好了以后 我们来给它添加样式 我们的接着在这里呢 来添加样式 首先呢 我们将它的这里呢 给它添加一个class 为咱们的这个 这个link 同时呢 给它清除浮动 这个呢 咱们讲过的 因为我们要让它里面的一些条目呢 给它清除浮动 同理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给它加上 那个名 NIC1 NIC2 NIC3 NIC4 同理呢 我们在这里呢给他 添加上样式 首先是我们的headlink 因为呢 他是在整个导航的右边部分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给他来一个 light 这样呢 他的这个 位置呢 就位于我们整个导航的右边部分 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呢 在他的下面的例标签 给他 lock left 好 我们来预览一下效果 好 那么他现在在这个位置 我们接着来给他添加样式 然后呢 是我们的这个 他下面的 A标签 首先 我们给他来一个 Display lock 并且呢 将他的左边距 他的left呢 设为 20像素 这一部分呢 主要用于 来放我们的这个图标 然后呢 将他的这个 背景呢 背景图片 也就是我们的这里的 imagine的这个 i can small这个图标 这个图片 然后呢 让他不平铺 在这里呢 我们给他来一个 i can small这个图标 让他等于 15 15个像素吧 好嘞 我们现在来预览一下 应该不是这个图片 应该不是这个图片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咱们的这个图片 好的 我们在 在这里呢 给他赶一下 是我们的这个 好的 那么呢 他是这个图片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他这个图标呢 就已经给我们 显示出来了 好 我们接着呢 来给他 添加这个样式 那么首先呢 是咱们的 第一个 连接的这个 工具栏菜单 这里呢 是咱们的 link 0 然后呢 将他的这个 背景 到这个定位 x组呢 写为0 y组呢 也写为0 那么第2个这个 面接呢 这里呢 这个尺寸呢 上一节个字呢 我们也给大家讲到了 就是呢 在这里呢 用这个尺子来量 那么第2个图标是咱们的这个隐藏菜单的图标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就从这里呢 他的顶部 然后量到他的这个底部 这个图标的顶部 大概呢 是145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给他写上 复的145像素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145 145还 不行 那么就150 150太多 那么就147个像素看一下 46吧 18个 好 这个图标的位置的话 量的不是特别准的话 就要我们去进行这个序物的调整 那么 同理呢 我们就可以这个 给第3个 第4个 第5个 2 3 4 并且呢 第3个的图标是这个首页的图标 首页的图标 这里呢 我们可以量一下 大概是也是45的样子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呢 给他写上 负的45 47 48吧 第3个图标呢 它呢 是这个图标 大概是180 好 我们给他写上 负的180 80像素 4个图标呢 它是 这个图标 大概是95个像素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写上负的95像素 185 185 100个像素看一下 190 所以啊 这里啊 大家一定要 细微的进行调整 这样呢 才做出来的效果呢 应该是 才是我们这个想要的效果 好 那么整体呢 我们这个图片呢 就已经给 做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将他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 一个link 给他来一个 marvin 因为呢 他在 你顶部呢 是有一定距离的 我们给他三四样数 离右边的话 也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给他十样数 下面呢为0 左面呢 也为0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效果呢 就是基本上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么好 那么本节课程呢 就到这里 再见